哈囉 發言人狂發言真正有意思 今天珍宇要換一個新的名稱 要跟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正二代的珍宇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的 大家好 我是三重的立法委員 參選人李明慧 對 珍宇剛剛說他是正二代 那 拍謝 我是正三代 我們家從民國53年 就在地方上生根了 我應該比你厲害吧 比我強很多 那個level又更上一節了 也沒有啊 這就是強調在地方上的經營生根 就跟我們的家族一樣 對啊 所以正二代對我們來說 應該不是包袱啊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的家庭背景 其實反而是替我們 因為我們反而是從小耳濡目染 還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層面 民眾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的家人是怎麼樣 替民眾解決問題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才會促成 我們願意投入公共政治 一個很大的主因 對啊 所以其實真的是 從小耳濡目染 包含阿公當市長 後來爸爸就選先議員 然後到媽媽 後來也參選了市民代表 那一路以來 如果先扣掉阿公那個時間 真的太早了啦 那就從爸爸媽媽的服務到現在 其實也二十四年了 對 大概可以養成一個小孩成人了 都可以投票了 所以其實敏衛他在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有講到說 山蟲新世代挑戰不可能 是不是 對啊 因為山蟲這邊的話 從2007年開始 有這樣子立法委員的分區開始 一直以來都是 都是從天空上掉下來的禮物 還去擔任我們的立法委員 對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標榜那個 不口水戰不賣貓 所以這兩個字我們就不方便 直接講出來了 所以敏衛有說到說 他的名字 你用你的名字來說 為你改變 要為山蟲帶來一個新的活水 一個新的改變對不對 對啊 因為真的是 敏衛這邊從小 都在山蟲這個地方長大 那山蟲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環境 包含 可能中南部的長輩們上來打拼 第一個站都是斜角在就是山蟲這邊 那我們經歷過這樣子這麼多元的文化 然後 我又在這邊地方生根長大 那真的覺得說 真的要有地方的青年 來去為地方上發聲 所以就是青年參政為您發聲 所以是三頂寶的女兒 對不對 三頂寶 三頂寶的女兒 對 是這樣 對 三頂寶都要說台語 她說一種話 分靈 加她的人 去來打拼 所以啊 那這樣子 其實可以聽到名位 真的是在地生根 包含到從阿公 爸爸媽媽到名位本人 那這樣子可不可以跟我們來 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說 你的參選動機 因為坦白說啊 就像大家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啊你正二代正三代 你可以好好過生活啊 但為什麼我們會願意 踏入這樣子這麼險惡的一個環境 來參選呢 名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我大學還沒畢業 其實就在議員 在爸爸的服務處這邊服務 那從一剛開始最基本的 就是選民服務服務案件 那真的一路以來 到可能到多一點可能有一些法令法規相關等等的 那真的有時候一定需要立法委員的幫忙 但是因為你是真的跟這個地方有關係 有關聯的人 你才會真的是用心去做 甚至說可能你的服務團隊也是在地方這邊都很了解的 你才會更會去了解更會去處理 但是目前這只幾年下來 地方好像感覺不到這樣子的溫暖 我覺得我以前好像就是國中小的時候去三重逛逛夜市啊 然後一直到最近陪名位 然後去看一下去吃個滷肉飯之後發現 嗯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耶 三重 對 所以其實 長輩們對於三重就是啊 咖啡怎樣 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們其實會有點惋惜 說啊以前我們的這個環境很好 那現在好像就沒有怎麼樣了 嗯 所以這才是名位他 其實想要投入政治 然後來改變三重最大的主因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要踏出這一步 你才有辦法改變 那很多人都說啊 你不要去挑戰人家政壇的長青術 但我覺得這不是挑戰 那是因為我們地方的青年想要發生 我們這樣子地方生根的想要出來 那大家是不是應該給予鼓勵 我們有自己爭阿來 就是台語叫做爭阿來的女兒 女兒想要出來打拼 那是不是各都給我們一些鼓勵 其實你在一個我覺得算是一級戰區啦 你有沒有面對到一些 譬如說挑戰啦 或者是說一些攻擊 或者是說欸 選民對你有一些 比較不能理解的成見 你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跟大家說明一下 呃 目前的話 可能會有比較資深的阿公阿嬤會覺得說 欸啊 你怎麼會想要出來 或者是說甚至是 對手的候選人真的會直接罵我們跪股 跪股 這樣有這麼嚴重 其實什麼叫做跪股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覺得說 欸 我們在地方上想要服務 那青年參政這樣就叫跪股嗎 我們的回應就是 不管怎樣 我們就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那我們想要為地方服務 青年想要參政 想要為民眾發生這件事情 它無分政黨 無分黨派 無 不是用口水在來做的 請關出您的政見好嗎 嗯 說到政見 嗯 講得很好欸 我覺得 其實阿在訪談這麼多過程 我覺得敏衛算是真的是 很清楚 而且很明確的告訴 我們台灣的民眾 你到底為什麼要出來選 到底想要替地方改變什麼 可不可以在這邊我覺得列舉個 大概兩到三項的政策好了 跟大家聊聊說 欸 好 既然都說啦 我們高舉國家治理 我們高舉青年參政 我們還要還政於民 民衛為什麼大家要選您 你要提出一些政策牛肉給大家看看吧 先講 當然就是居住爭議的部分 像我們最近在三重其實有分五個區 那其實最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應該是三重的南區 它到現在以前就是90年之前吧 有所謂的導管處 對 就是所謂的紅燈區 那後來在民國90年的時候 他們政府這邊有做一個清理調 但是那邊的環境 真的相對的髒亂一點 甚至那邊的住宅 它大概 maybe就是八坪 就會是一個人的住家 那很多的長輩們在那邊 你說他們不想搬嗎 他們想搬 但是沒有薪錢搬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地方的生態 那我們真的是很想要去改變 所以說這麼長久以來 都沒有任何一個立委 或者是民意代表去協助他們 來去推動嗎 南區的話也是透過三重的區公所 然後也是在這兩年的時候 有去把所謂三重二十九階 他們那邊就是老人家 可能租個四坪的房間 然後能量三千塊這樣子 然後有去把他們整頓 那希望他們可以搬出來外面去做 所以這個也是明慧 有接觸到的一個案例 我們都有去接觸 好啦 除了居住正義以外 其實我今天真的很想要現場 澄清一下明慧 因為既然你都說你是 三重的女兒了嘛 那你也最了解地方 那到底為什麼三重 我每次不管是騎車還是開車 我都找不到停車位 這個部分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因為三重它其實 它地匣地匣人稠 那它可能在停車的部分 尤其停車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各個區 三重的每個區 現在都積極的在去推動停車的部分 所以我也去拜訪很多里長 里長們也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也說未來可能在三重的開源公園 在夜市附近可以多一個停車場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也跟消通局問過 消通局說對 這地方是有可能的 只是需要中央的資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明慧覺得說 在地方就是當了議員助理 你有發現心有餘力不足 所以你才覺得說 既然要進到 你應該出來去參政這件事情 進到中央去好好的爭取 那要不要在這邊 直接跟我們三重的朋友 喊話說 如果明慧今天真的能夠當選的話 你要替大家爭取什麼東西 當然第一個停車場 那再來就是路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協調一些公有的空間 或是國有地的部分 去增加所謂的機車格 因為三重現在人口大概39萬多 但是移動人口 或者是來這邊上班的 或是來這邊租屋的 將近52萬人 對那你就是在這樣子 好像是我記得是 16點多平方公里的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你去擁有這樣的人 其實機車位真的是完全不足的 到任何一區都是這樣子 就是生多粥少嘛 是啊 所以大家都說 啊很難停很難停 結果我們三重的拖調車呢 也特別的有活力 呵呵 特別的一直在拖調是不是 是 對 所以這部分 只要真的要徹底改善 不要讓民眾可以 讓大家有地方可以停車 這三重人其實是 真的是最有感的地方 好啦 那這樣子 既然明慧都已經在這邊 許下了一個承諾 希望啦 我以後如果真的再到三重 我真的可以好好的停車 好好的來去享受 我們三重的夜市 那關於夜市這個部分 其實明慧有沒有一些對夜市 觀光夜市的一些想法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嗎 當然是有 因為三重夜市 它其實在明慧 也是民國四五十年就存在了 但是呢 夜市一直都缺乏人潮 尤其現在的狀況 但為什麼缺乏人潮 它明明就在捷運台北挑戰的出口 那我相信它可能 未來明慧如果真的當選的話 那我們也想要推動 像它把三重夜市去打造成 像台北市的那個 士林國際觀光夜市一樣 那可能加重它的 可能在垃圾清理的部分 那甚至它的環境營造 還有以及它的 可能多語言的服務等等 這些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做的 只是說有沒有要去用心做的 對啊 那而且在這段期間內 我們去年在當 擔任民意代表助理的時候 那時候他因為他兩雙側水溝在整介 那我們也是透過議員助理 透過爸爸這邊來去爭取 結果還碰到地方上的勢力 然後有放風聲 所以導致那一陣子 超多警察在我們的服務處 跟我的家裡巡邏 對啊 但是爸爸也告訴我們說 反正就是對的事情就不要怕 我們又沒有去貪裡面的利益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還有什麼 認真做 沒錯 這其實也是為什麼 我會想要用民眾黨出來 參選的理由之一 就非常的務實 非常的腳踏實地 而且就是用台語講什麼 不貪不醋 不貪不醋是什麼 就是不貪不取 啊 不貪不取 其實真的啦 就是清廉情政 好好的為地方來發聲跟服務 好啦 那今天我覺得敏偉真的聊了蠻多 而且其實 透過聊天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很知道說 敏偉真的是山頂部的女兒 很了解每一個細節 那希望啦 未來真的能夠 讓敏偉有機會進入到國會來發聲 那這樣子 希望啦 希望敏偉呢 可以在FB裡面 也可以好好的多述說一些你的政策 來跟你的選民來述說 對啊 那我們那個臉書部分也是 三人報的女兒 李明偉這樣子 我們來大家請看一下字卡 對 大家看一下字卡 對 搜尋到搜尋的到喔 對啊 那我可以有個問題嗎 好 請說 最近好像公佈了那個不分區 是的 那因為齁 先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11月23號 這個禮拜六的 早上10點到12點 在三重的事前接6號 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我有邀請我們學姐黃靖 來跟我一起包肉粽 難道是我們不分區 第13名的學姐嗎 為什麼是13名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 可能就在禮拜六的時候 明偉可以跟學姐好好的聊一下 真的嗎 那我要好好安慰她嗎 不用啦 我覺得學姐在13名 一定有她的用處的 那就麻煩珍宇 再跟那個我們主席 好好的聊聊了 好的 我來好好的給我們的學姐粉 明偉粉 還有民眾黨的粉 一個好好的交代 發言人狂發言真正有意思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